大家好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前进行台湾 我是许贵雅 选举倒数15天 今天是礼拜五 但是周刊连续 几个礼拜三他们出刊 都是李嘉芬 他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周三症候群 上一次他去上网路节目的时候 回应王小姐事件 然后你看就突然之间 马赛就叮了来 他的眼泪就溃堤了 韩国瑜汇这个600万 给新装王小姐 李嘉芬说夫妻没有失和 但是就在这个录影过程之间 录着录着 好像有一些往事 像跑马灯这样一路跑过来 想着想着之后 李嘉芬他的情绪 突然之间就崩溃了 我觉得李嘉芬 真的是蛮难违的 现在这样的时间点 他还要上节目 还要故作坚强 那么韩国瑜的部分 他也上了节目 这是综艺节目 他就坦言说 女孩子方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些疙瘩 但是只要经过沟通之后 就OK了 我们不晓得说 是不是真的OK了 那是OK的 为什么李嘉芬突然之间 他飞到了澳洲去 他是不是要去散散心呢 那么其实韩国瑜 他要打破同温层 要抢攻年轻人选票 他跑去上了伯恩夜夜秀 但是韩国瑜 他的竞选总部 副执行长孙大千 他真的是讲了实话 他说什么 他说在这样一个现场里面 至少有高达百分之九十 九十非常高 高达百分之九十的观众朋友 他们都是在骂韩国瑜的 而另外一场是韩国瑜 他出席一个青年国事论坛 主持人说 大家我们一起来比个耶 但是偏偏我们来看 这样的画面里面 你会看到他比的是三 尽管说从民调来看 现在被认为说是垃圾时间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中国他们又跑来插花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跑来插花呢 当然是有他的用意的 中国最新的航空母舰山东号 在这样的时间点 他穿越到了台海 另外一手是我们看 中国的国台办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现在要启动的是 反反渗透法的攻防 提到了这个反渗透法 你所不知道的是 选举到了之后 其实台商有时候 他们会被逼着说 要提供一些政治现金 要提供给国民党 那有一些人他们不想要 被逼这一些不乐之捐 现在在台商里面 也有人暗暗的希望说 拜托一下 这个立法可不可以早一点过关 不知道说观众朋友 有没有听过 或是上过这个网站 它叫做密讯 这个网站 因为它是散布一些假消息 已经被封锁 但是这个台湾最大的造谣网站 却总是很快的很快的 他马上改一个名字之后 他就复活过来 今天我们要来追 这边讲说竟然是跟新党有关 我们要继续追的是 这背后藏劲人究竟会是谁 说到了反渗透法 为什么国民党他们一直挡一直挡 到底在怕什么 林飞本他就点名 会怕的人应该要像是白狼 或者是邱逸 或者是吴思怀 这一些人才应该要担心才对 开始谈论之前 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宇国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雨昭和张老师 大家好 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以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的是律师黄帝 朱秦 大家好 还有以及我们要欢迎的是 时事评论家许清皇 各位好 大家好 欢迎时代力量立委候选人高玉婷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稍后还有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 林楚英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要看的是 选前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 中国第一艘自治的航空母舰山东号 在昨天他就开过了台湾海峡 还包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介入选举的动作 就是中国国台办发号司令 说现在开戏就是要反反渗透法 以及还包括有金钱公事 就在选前传出有一种红利赌盘 什么叫做红利赌盘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要压保的话 你只能压韩国瑜赢 然后到时候会有一些红利分出来 也就是变相的在鼓励赌客 你要帮韩国瑜多多拉票 这个背后资金当然是非常的多 而且不排除有中资的介入 一起来看 50万人上街罢韩 却被韩国瑜虽然是民主史上最大一块折袖布 话是这样说 却急着回防高雄问顾选票 随着选情白热化 地下赌盘 暗潮汹涌 总统民调牵动选情 尤其在韩国瑜对韩本喊出 接到电话就说唯一支持蔡英文 让民调盖牌 不少组头急着封盘 现在却出现一种红利赌盘 每住一万元起跳 赔率一比一 只要韩国瑜胜选 赌客可以拿回一万元赌资 和9500元采金 多赢一票就有10元红利 假设韩国瑜赢蔡英文50万票 光是红利部分就相当可观 目前这种东西在收纸 收纹 拉票的部分一定会 这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中先选民 赔钱生意没人做 但只押韩国瑜的这种红利赌盘 实际上庄家面临的风险相对高 资金也要够雄厚 红利赌盘它会开在高雄 因为把那么多人输出来 乳头都吓到 所以他们还用这种方式 来拉回一些人气 背后的资金太过庞大 不排除红方那边有资金进来 顶着落跑市长骂名 韩国瑜在高雄声势低迷 红利赌盘只选在高雄开 明显有利透过利多赌金 搭台韩国瑜选情 但能否挽回颓势 台面下持续拉拒 三室员李维廷 马月魂台北报道 好 现在是选战的倒数15天 在这样的时间点 怎么会中国住完之间 他们的动作越来越多 我们先来看的是 就在昨天 这个是中国他们自制的 航空母舰三东号002号 那我们看他又开过来 经过了台湾海峡 国安部门他们认为说 这是继之前国台办 他们启动反反渗透法的 这个斗争文工之后 之前是文工 现在要新一阶段 叫做武贺 他要两边并进 那中国自制的这个三东号 航空母舰 在昨天通过了台湾海峡 也显示说 北京在选前这样敏感时刻 他们也希望说透过内外双重加压 施加这个压力要升高 介入选举的相关态势 那我们刚刚的这个新闻画面 里面看到的是说 你看现在有这所谓的 这个红利赌盘 尤其是在高雄这边 在压宝 而且压宝你不是说 你就这个民调去做判断 而是说你只能压韩国瑜这边 那为什么只能压韩国瑜这边 现在有一些新的消息 就出来说 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2020总统大选 这是历年总统选举里面 地下赌盘资金 现在是破200亿 是历年最高最高的一次 而且有一个具体的案件 已经是破获的是 嘉一地检署所侦办的 这个台商吴成林夫妇 他们的地下汇兑案 他查购的金额很惊人 124亿元 这是史上最多 那当然检调要进一步厘清 他们现在知道说 他往来的客户里面 有一个就是博弈大亨 是一个叫消逝要的 然后进一步要查说 到底有权益有关系吗 那大家现在要问的是说 这个资金这么样这么样的庞大 他们戒选的这个动作很多 包括有文工有武贺 恐怕还包括有金钱的公事 任俊哥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因为 地下汇兑的东西 不是这一次第一次抓到 事实上这半年多来的时间 你可以看来到陆陆续续 都有很多地下汇兑的这样一个情形 被发现 那这里面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他们在发现 这些地下汇兑里面 除了现金之外 事实上你会看到 在场当场查获的现金 其实没有他报出来的这么多 那为什么他报的金额 会这么的庞大呢 因为很简单 他们在这几次的地下汇兑的 这个所谓的案子里面 都找到一个东西叫做U盾 那U盾某种程度 它就是中国大陆那边银行 你开户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类似像是 我们这边 类似像自然人凭证的东西 那只是我们的凭证需要读卡 它不用 它就类似做在USB上面 那你只要插进去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金钥 这个钥匙给你之后 搭配你的特定的手机 你就有办法进行汇款 那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各自是在这里面的 比如说 我如果知道这个U盾 它自己本身的它的讯息 它的拥有者 或者是因为它要搭配手机门号 所以手机门号的申请者是谁 这个一堆都可以查出来 你到底是本人的账户 还是所谓的人头户 那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次里面 其实我们在网路办案的 这件事情上面 看起来是有一些的掌握 因为过去你所看到 就是你查到多少现金 就是拿多少现金 可是它现在可以掌握到 中国大陆那一边 有一些这个银行账户里面 是不是成为人头户 或者成为金流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那我想大概大陆官方 不会给我们的人说 这个是哪一个什么账户 所以我想我们其实在办案的技巧上面 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方式上面 是有一些的突破的 那回来看赌盘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现在会被 您刚刚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说 有这个所谓的红利的部分 我讲一下 就是说我现在不特定指谁 过去曾经有一些的案例是怎样 你知道吗 就是你比如说我下注 比如说我今天跟宇韶兄 两个人再选 那结果呢 我这个略 我输啦 就是我输啦 那这时候可以做 过去曾经有过一种操作 就是好 我找人去下 买谁赢你知道吗 就只能压你赢吗 买康仁俊赢 那什么叫买康仁俊赢 你知道这种是没你敢收钱的 意思就是说 我给你赌赌注了 我帮你下赌注了 下康仁俊赢 我帮你下一万 什么意思你知道 一赔一的状态之下 如果康仁俊赢的赢了 你就可以拿两万 可是这一万你没有先给我 就你不用先做 是因为我帮你压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以前检调曾经发现过 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 他是透过赌盘在做买票 这个是以前有的案例 那这个就需要有大量的现金流 因为你到最后 比如说要开出来 那天1月11号就很爱拿钱 所以我觉得这是 为什么现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开始尤其在 尤其在这个所谓的民调 因为韩正寅是操作说 民调是不准 那他就讲说民调不准 然后就封关 他要封关之后 又说他要来操作假民调 说大家去支持蔡英文 可是你会觉得最诡异的是 即便韩正寅这样操作 可是他们自己的人也出来讲说 我现在民调很近了 韩国瑜自己还讲说 斯吴云就在三五%之间 那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认为所有的民调都是不准的 那请问你的三五%之间 是怎么来的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被操作的空间 跟想象的空间 不管哪一个阵营在这上面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 包含到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的动作 以前在台湾大选里面 你想想看 总统这两个字 有可能在中国大陆里面出现吗 不可能嘛 他怎么可以容许说台湾选举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都没有在选举 还跟你搞这个 结果他可以由刘洁一找了这个台商 大家一起来 然后讲说要反对这个反分裂法之外 可以国民党派人去中国大陆那边 跟台商说赶快回来投票 赶快回投给谁 投给国民党的总统 他们什么时候这么重视民主者 居然变成这样 就是说你以前看到县市首长去那边 可能有或是帮忙或什么 连总统这两个字 可以光明正大进到大陆里面去 那代表什么 代表大陆某种程度 对这件事情它开放 开放给谁 开放给特定阵营 在这里面做拉票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在在的都出现到了 是很多人觉得说 这一次的选战里面 美国的因素是有存在的 中国大陆的因素也存在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选前大陆如果有任何的动作的话 很有可能到最后影响台湾的选举 对于大陆会 会比较不利 为什么 你光讲了以前那个 怎么打飞弹 或什么任何的一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 其实民众在 台湾的民众在投票之前 遇到这种 有这种其他地方势力介入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应该维护台湾的本土意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辅着横提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一块里面 我其实就觉得就是说 现在大家所面对到了 总统的大选 其实真的是非典的大选 我对非典是因为 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韩国瑜 那这个方式有没有错 其实我讲实话 你没开票没人知道 搞不好真的如他所讲的说 哇我的操作的很棒 真的就是大家在 有跟没有之间突然我就有了 这选战过程当中 他有打跟没有打 那真的是百年政治奇才 对 但是国民党内的人是不是也这么乐观认为说 你的有跟没有 那到最后我们就会有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回来看 所以当然你从这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好地下会对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社会案件 他可能觉得是一个金融案件 那我就觉得很有趣 比如说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席佐隆泰 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就去跟大家讲说 现在要开始检举什么 检举叫做不对称赌盘 什么叫不对称赌盘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 赌盘就 是赌盘就不应该嘛 对不对 他为什么叫大家特别注意不对称赌盘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若是民党做起来 其实就落差这么多 要用赌盘去影响选举结果的那种 赌盘算跟你说 没什么跟你说 这些落差 我落后 我那种败赌盘会갖赌盘就败了 那个叫不对称 我就讲 就是说 现在看起来确实有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这一次的选战裡面发生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真的就是心头离底 不管你支持哪一个阵营的参选人 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有什么异常或怎样 我老实讲 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要勇于选举 你如果不选举 永遠這個事情一直在發生 那我覺得對於這件事情來講 民眾多數的民眾 我認為在台灣的選舉裡面 大家累積了一定的民主的素養 只是面對到層出不窮的狀況 包含到我們今天會討論到了一些 過去可能在網路世界裡面 沒有那麼多的東西 現在其實在這一兩年選舉裡面 它反而成為選戰的這個主軸 因為任俊哥你剛剛有提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習安專員也當這麼公開的說 台商啊你記得 你現在是在中國經商沒有錯 但是呢要記得要回台灣 要去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這就很奇怪 而且他們其實是陸海空總動員 就是說他這裡面的手法非常多 其實呢像是投票這個事情 因為我的家裡是在台南 所以我在當天可以開放 搶高鐵票的時候 我就試圖要去搶過 我發現說他其實那個票很難買 因為你隔天要趕回來 然後前面這個中間很短暫 幾乎是沒有票的 四點一凹 幾乎沒有票可以搶了 那現在狀況是我要請教青皇 因為我們看到北京出手了 那你在對岸 你在中國經商要怎麼辦 你要不就是要坐飛機嘛 但是坐飛機 有特殊的機票優惠是不是 還包括呢 沒關係 如果你是坐船回來 也有這個渡人的部分 也都可以提供相關的 那你真理好 真的很好 因為我們在這裡面 看到這個北京的老大哥出手 北京的老大哥怎麼出手 出手你一看就是在海空上面 在做動員 海空怎麼做動員 我們講給大家聽了 12月7號的時候 你就看到台辦要求台商幹嘛 在上海跟廈門辦動員大會 這個動員大會要幹嘛 講是說把你們台商找到動員大會現場來 大家來聯歡 交際一下感情 基本上聯歡的現場你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上面有韓國瑜的競選標誌 不但有標誌 上面還有8個字 哪8個字呢 叫做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哇 這不是一個密碼嗎 選舉密碼 那這8個字請問一下這是誰的 當然是韓國瑜的嘛 所以這個所謂的台商聯誼感情的動員大會 基本上就是台北京方面要幫韓國瑜的助選大會嘛 所以在現場你還看到什麼 多厲害啊 動員大會服務到家 什麼意思呢 動員大會現場你以為只有飯吃嗎 錯 現場還擺了一個攤位 這攤位是幹嘛呢 提供返台廉價機票 差多少啊 你要知道1月11號那個時間 已經接近過年沒有多久了 結果你知道他機票多優惠嗎 人家平常熱門時段 來回機票要人民幣3、4千塊的 1800人民幣就有 等於是打了對折的價格給你 你看多優惠啊 老大哥出手 北京出手就是不一樣 動員大會兼催票大會兼銷售廉價機票 所以我們看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在江蘇的台商一樣是動員大會 所以你看有多少場耶 12月7號上海廈門 12月13號14號深圳東莞 到12月20號21號的時候呢 是武漢跟杭州 等於說好幾個台商分布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動員挺韓大會 然後在現場呢 就是要大家回來就是要投韓國瑜嘛 所以你會發現北京選這場選戰 選得比韓國瑜還認真啊 形成滿檔啊 然後呢你剛剛看這個是所謂的 我們講說空戰總動員嘛 動員給你機票回來投票 然後你看中國的媒體呢 自己就講他們這場投票呢 返鄉你回得了嗎 台商海陸空總動員 中國的媒體就告訴你 他們要讓台商海陸空總動員 那我請問一下 北京在這次拿到什麼投票權 他們當然是透過台商來要投給韓國瑜嘛 所以在這裡面你還看到一個很奇蹟的現象 當你以為只有空軍的時候 錯了 人家連海運都動員 海運是什麼動員呢 包克輪啊 直接包船讓你回台灣可以去投票 所以你看這個克輪呢 各位可以看這個新聞裡面 這克輪是要幹嘛 從浙江的玉環市 出發到台灣的基隆跟台中 所以你會發現 從浙江玉環到基隆到台中 都包這樣的克輪 而且中國的新聞還強調什麼呢 中國的新聞還強調說 為了要幫助台商返鄉投票 所以要撒壁子 怎麼樣撒壁子 半價優待 包運艘船打五折給你 所以人人有船坐 然後人人半價優待 那個半價的話 我是比方說我是克輪公司 誰要吸收那個金額 你就想像一下 有沒有共產黨跟中國政府在後面幫忙做贊助 但我想即便他們不用贊助 他要求示意暗示這一些輪船公司也會配合 因為畢竟黨最大 共產黨在中國最大 所以共產黨在中國當然可以要求他們要這麼做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北京好積極喔 這個機票的空運的部分幫你忙 海運的部分也幫你忙 這個你是誰 韓國瑜啊 所以你看到北京整個12月都在動員動員再動員 然後武漢上海深圳廣東全部都動員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發現北京的行程竟然比韓國瑜還要多啊 他比韓國瑜當事人選得更忙碌 所以這是一場海空總動員的選舉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就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為什麼要注意 這就明擺著告訴你 台灣的大選是可以讓北京來設入的 是可以讓共產黨來介入的 那我請募我們的觀眾 請募我們的民眾 難道我們的心裡會認為北京介入 對台灣民主是好的嗎 當然不是嘛 他當然是要透過干預你的選舉 對你怎樣進行統戰嘛 要不然你告訴我 北京為什麼要重壓在韓國瑜身上 當然是北京認為說 今天放在韓國瑜身上 對他比較有幫助嘛 只是在中國我們看到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即便北京的台辦想幫韓國瑜 但中國的人民呢不太買單 為什麼呢 中國的民間對於韓國瑜呢不太信任 因為韓國瑜之間講什麼呢 他講說科技靠日本 國防靠美國 市場靠中國 努力靠自己 所以中國認為說 你韓國瑜就是想要在美國跟中國之間投機 所以呢 他們給他取一個綽號叫做韓式靠 所以你看北京這麼努力的 要動員幫助韓國瑜 但中國自己的民間老百姓呢 卻是不信任韓國瑜 反而認為他叫做韓式靠 所以這呈現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中國介入選舉 他的秋樓變得非常的多元 花招百出 這裡面呢 好包括我用武嚇的方式來 外航空母艦開過來了 你有沒有看到 當然是看到注意到了嘛 還包括呢 我們在講說 好 這個反滲透法的部分 其實感覺上 這個國台辦主任劉潔一他出手 他怎麼樣 我就只是說 你們記得 有一個通關密語叫做你要反台獨 然後講了之後呢 像是在這個12月18號的時候 台氣聯他們就在大動作登了這個報紙說 如果你在弄惡法的話 民心不寧 就是先發動輿論戰的部分 然後呢 做了什麼 包括在這個12月22號到24號之間 來我們來開花 然後呢 我要跟你千九代萬九代 說有這個習五條 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啊 反台獨啊 這個東西呢 都要亮出來 然後感覺上 在這個之後 有一些台商啊 或者是這個輿論部分 這個反反滲透法的部分 就開始出來 就開始運作了 那你知道說 我們看到在這個裡面呢 你說台氣聯 你聽話跟母校 其實也沒有用 曾經有人呢 蠻聽話的 但是最後我就逼你 讓你不能夠選 那這裡面我們看到 他的手法非常的多 宇昌老師 中國前面介入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 在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用飛彈 但是呢 變成是一個反效果 現在感覺上 他們已經想出 更多不同的套路了 現在比照韓國瑜 現在選舉策略 跟北京介入啊 我寫個簡單的手板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 韓國瑜把選舉啊 從實變成虛 北京的對台政策呢 從過去的虛啊 變成實 什麼意思呢 實的部分就是 法律戰 輿論戰跟心理戰 我們先說韓國瑜的部分 簡單來講 韓國瑜現在選舉策略是什麼 是虛的嘛 哪一個總統候選人 不信民調 政策發表會 不談政策 而且呢 沒有任何行程 寧可去上 博恩夜夜秀 或是上網紅節目 卻不到啊 立法委員 區立委的 這個造勢場 去造勢 他連綜藝節目都上了 綜藝節目 今天有台還有 播他的綜藝節目嘛 所以呢 韓國瑜把一場選在一個基本候選人該做的所有的規劃的內容呢 通通把他打亂 化成呢 虛的 譬如說變網路的聲量啊 或是媒體的報導 這是韓國瑜故弄玄虛 或是呢 最話說的一定會翻轉 因為呢 他要用非典型的方式嘛 如果要典型的方式呢 大家看破手腳 他早應該啊 遙遙落後退出啊 這場戰局 但是貴亞說得好 北京的部分是什麼呢 過去他要遮遮掩掩 告訴大家 我沒介入 還記得幾個月之前啊 國台辦還大言不禪說 我從來沒有介入過台灣的選舉 現在啊 連這種客套話 或是形式話呢 都不用講了 連遮羞布呢 也不用 不用穿了 直接告訴大家 幾件事情嘛 第一個軍事上的動客嘛 簡單來講呢 山東號跟遼寧號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是 遼寧號基本上是拿來訓練的 山東號已經成軍 而且呢 他的艦載機啊 還比啊 遼寧號多了50% 遼寧號是24架的殲-15 山東號是36架 雖然被人家嘲笑說啊 他是基辅級的山寨版 雖然他的實力跟威力啊 跟雷根號啊 或跟福特號 是不能比的 但是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 他給誰看 第一個給美國看嘛 我有能力穿脫第一島鏈 我有能力呢 直接呢 挑戰啊 台灣海峽 這是給美國看 第二是給啊 台灣民眾看嘛 但是啊 各位要想想看 給台灣民眾看 到底有沒有效果 它就造成一種 心理上的恐懼 祖國的解放軍呢 時時刻刻都在這場選戰之中呢 沒有缺席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呢 是法律戰嘛 因為現在台灣呢 要推所謂的反滲透法 所以呢 老共也爭鋒相對吧 我想劉潔一的講話最有趣的地方在哪裡呢 他的通關密 告訴大家 反台獨 堅持一中原則 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有講到九二共識 這四個字嗎 完全沒有 我在其他節目呢 跟國民黨的人啊 去做對話的時候呢 問他說 九二共識在哪裡 還有呢 習無蝶所講的九二共識 叫一中原則下的九二共識 去這些募款的台商也好 或是藍營人士也好 在現場大概也沒有人敢抗議啦 反正我已經定調叫做一中原則 跟反台獨了嘛 好 那剛才呢 親王所講的 我可以做補充喔 他的那個機票的操作更細緻 細緻到什麼地方呢 因為要投開票啊 跟過年很近嘛 所以說呢 我給你兩趟的補助 三千六 但有一才有二喔 第一他投票回來 就是買一送一的概念 買一送一的意思喔 去回去投票之後 你可以啊 讓你回來兩次 但是啊 補助是三千六百人民幣啦 這個數字還是一樣嘛 一趟個一千八嘛 有夠便宜 但前提是什麼呢 如果要拿到過年 這一趟的補助的話 你要先呢 告訴大家 你有回去投票 那這就叫做呢 直接的干涉嘛 什麼意思呢 希望呢 要拿到這樣的補助啊 或是啊 機票的這種啊 OK 優惠的話 你必須要回去投票 你必須要在台氣連呢 所舉辦的 不論是全國台氣連 跟地方台氣連的部分呢 你要直接表態 這就叫做介入嘛 好 這叫做呢 輿論的部分 行說呢 好像全中國的台商啊 萬人空巷 或是呢 對機票這個洛陽紙櫃啊 一定要回來支持啊 特定候選人 這個特定候選人很明顯嘛 上面掛了國家安全 人民有錢 通關密語叫做呢 反台獨 或是呢 支持一中原則 請問這個政黨 會是民進黨嗎 當然是國民黨嘛 已經啊 把虛的 變成是實了 好 法律戰 輿論戰 輿論戰是什麼 登了一大堆廣告 還有呢 在藍眠的部分呢 不斷的告訴他 反滲透法 對台商 對兩岸交流 對兩岸經貿 互動 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個就叫做 輿論戰嘛 心理戰呢 就讓台灣的民眾 心生恐懼 跟這個被威脅到 所以呢 這個叫什麼 這叫中共的 對台三戰 過去呢 只敢啊 嘴巴做宣示 現在呢 是怎麼回事呢 還不包括 剛才任俊哥所說的 地下賭盤 地下賭盤 在幾個月前啊 已經被人家查獲 800億啊 我們講一個客觀事實啊 美中經貿大戰之下 中國對於 他的這個人民幣的 匯出啊 管制十分嚴格 因為他害怕資本外逃嘛 而且對地下匯隊啊 他也在查 因為他害怕台商啊 化整為零 從台面上或台面下 把錢啊 匯到呢 其他國家會回來台灣嘛 結果對賭盤這部分呢 他居然啊 好像呢 裝的看不見一樣 或是呢 讓這些賭盤的資金啊 好像呢 無鬼搬運啊 乾坤大挪移 可以在兩岸間遊走 突然之間他可以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張善政啊 告訴大家說 開PK盤 錯了啦 PK盤開的是什麼意思呢 有賠率嘛 什麼意思呢 如果押韓國瑜的話 是一賠五或一賠六 簡單來講 一樣是一千塊 你押韓國瑜的話 你的賠率高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比較劣勢嘛 押蔡英文呢 0.2 押一千塊 如果蔡英文贏的話 你只有兩百元 但是呢 如果韓國瑜贏的話呢 哇 一本 一本萬利 一千塊 可以贏 六千塊到八千塊 賠錢生意沒人做啦 但是啊 就有人呢 敢挺而走險 敢挺而走險的基礎 跟前提是什麼呢 你要有空空啦 你要有資金啦 啊資金 剛才我說有事無恐 真一隻眼 逼隻眼 從哪裡來 從北京來 所以這些叫做客觀的事實 我再說一次 韓國瑜的選戰 打破了台灣選舉 過去的紀錄 叫做呢 由時變虛 中共對談的戒選呢 也打破了過去的 這個潛規則 由虛變時 這樣的現象 剛好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制定反滲透法 好 先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就來談 為什麼要制定反滲透法 尤其呢 就在這個法案 想要闖關的前夕 好 中國國台辦 跳出來說 我們反對你們 這個叫做綠色恐怖 開民主的倒車 聽起來就覺得很好笑 他們有民主嗎 然後看到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 也是跟對岸 是唱和的 他們為什麼想要阻擋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說到反滲透法 有一些觀眾朋友 也覺得說 這段不夥雜 有一點聽不懂 不過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讓觀眾朋友可以理解 像是這個反滲透法 它的這個法則 到底什麼樣的情形 你才會觸法 我們來看它其實是有條件的 就是說 你要知道說你是被滲透 然後呢 你明知故犯 我被滲透了 我拿了錢之後 我還去辦事情 這個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 那辦什麼事情 它會變成是違法的部分 有蠻具體的 包括像是這個 你因為收了錢 然後呢 去弄公民投票 或者是說你去 從事一個競選活動 或者是進行違法的遊說 還有這個強迫非法干擾 擾亂社會秩序 或者是妨礙集會遊行 或者是妨礙選舉 跟公民投票等等 就是說它其實是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但是現在越喘越嗨 大家說 怎麼會變成說 玄天上帝啊 媽祖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會扯到那裡去 我們要再進一步 跟觀眾朋友說 就是這裡面呢 你若是正常的交流 你根本就不用怕 不需要去害怕 比方說 講到什麼玄天上帝跟媽祖 你是宗教的部分 你是宮廟的部分 它是什麼禁箱啊 繞禁 這都是OK 這都可以 但是若是你是 領錢 領錢又聽令 然後去影響到的選舉 或者是公投 不好意思這是不行 那包括呢 台商有一些人就想說 啊 很緊張 那台商跟對岸有交流 當然是也會有金錢上面 比方說經商往來 好 你去經商 接受中國投資優惠 這是OK 但是 一樣的 一樣的情況就是 不能夠 領錢 聽令 然後去影響選舉 或公投 還包括有些人說 那我如果說是去對岸 上 就是變成學生啊 台生 那會有問題 這個也是不用擔心的 但是現在感覺上 有很多漁木混珠 然後想要藉由這一個事情 來進行操作的 各式各樣的留言 非常的多 丁哥怎麼看 確實 因為你看 馬英九的講法 他說 這個是綠色恐怖 白色恐怖 看不到覺得好像恢復動員勘亂 這個跟他前面的論述 完全是相顛倒 他前面說 反滲透法是跌床家務 現行法都有了 難道現行法就是一個 動員勘亂嗎 難道現行法就是白色恐怖 你看他前言不對後語 他在裡面的這個論述是完全錯誤 我認為馬英九可能太久沒有去念法律 會感受到恐怖 所以我們對他感受到的恐怖 應該建議他再重新再去念個法律 因為整套法律上面看起來 其實還是相對客氣的 為什麼這樣子講 他處罰的對象 只有你去中國 接受中國的指令 委託或支柱 有這些行為 去進行影響公投 影響選舉 或者是進行遊說 妨礙集會遊行 妨礙投票或選舉 你有這些行為 你才有處罰 換句話說是什麼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了 你去那邊交流 台商交流 學術交流 宗教交流 都沒有問題 這些不影響交流 整套法律 我說為什麼相對客氣 因為我們這個 其實沒有處理到 媒體滲透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的法令上面 跟美國比較 跟澳洲比較 這一套反滲透法 相對客氣 所以其實在國外 已經有他山之石 我們可以看得到了 沒有錯 為什麼這樣子講說 台灣目前的反射動法 相對客氣 但是都還遇到這樣的主力 就非常的莫名其妙 2016年 美國通過 反外國宣傳及造謠法 它處罰了更加的明顯 而且它過去有 外國代理人登記制度 這是美國 2017年 德國通過社交網路強制法 這一個部分是對網路上面 散布假訊息 不實消息 它的處罰 2018年去年 澳洲政府通過 反外國干預法 這一個情況是說 這些國家 不論是德國 美國 澳洲 它都不會被中國宣稱 是它祖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會有一國兩日 所謂的美國方案 他們都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你看 這些民主國家 都積極去保衛 他們的民主 避免被 他們當然對象 除了中國之外 還有俄羅斯等等 它對於其他的獨裁國家 對他們的滲透 是用立法的方式來防治 台灣其實很客氣的 我們已經落後人家好幾年 而這一套法律 到目前為止 其實沒有更嚴格 跟國際上面比起來 沒有更嚴格 我們還沒辦法處理媒體 你看這整個法律的結構 要件 沒有處理到所謂的 媒體紅色滲透的問題 它只處理說 你不要去接受 中國的指示 委託跟資金 影響台灣的選舉 或介入政治獻金 這是非常客氣的一套立法 那但是馬英九為什麼會講 一個不是法律人專業講出來的話 我認為說 目前會跳出來大力反對 或者是把目前的反滲透法 妖魔化的人 兩種可能 一種是什麼 我去過世 過去是紅色滲透下的共犯 那當然你要立法了 我會被影響 所以他突然反對 另外一種是什麼 過去紅色滲透下的既得利益者 馬英九我們不敢講說他是共犯 但是在台北地方法院105年數字585號 羅文山案的判決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他是既得利益者 為什麼這樣子講 判決書白紙黑字 被告也就羅文山自成 他接受的這一個許志民 也就全國政協的這個錢 他是去資助馬英九 也是刊登停馬英九的廣告 那後面他這個錢要做什麼呢 指定特定用途 在禁見馬總統以及榮譽主席 連戰的時候購置禮品跟招待飲宴 這個是不是好處 當然是好處嘛 為什麼今天中共政協要花大錢 刊廣告停馬英九 你是不是記得立意者 為什麼今天中共政協要花大錢 給這個羅文山 國民黨前中常委 給他這筆錢說 你如果之後要 我們要見馬英九買禮品 見連戰主席買禮品 吃飯 多這筆錢 為什麼中共政協要花這些錢 所以馬英九現在跳出來 深思力竭的大力反對 我們當然不會講說他就是 滲透的共犯 目前從判決書所揭露的 他至少是紅色滲透下的既得利益者 因此他可以把法律人最基本的嘗試都拿掉 他一下講說反滲透法跌床架屋 不需要再立這個法 一下講說這個有綠色恐怖白色恐怖的問題 如果是跌床架屋就有的法制就已經有了 你何來恐怖之有 其實這幾個要件都是目前政治獻金法選罷法裡面的規範 他只是把它加上一個要件是說你接受只是委託支柱的時候 中國境外敵對勢力的這些條件之下 他把它明確化處罰 根本沒有所謂的綠色恐怖 而且跟國際上面的立法比較起來 台灣相對客氣 沒有處理到那些媒體或者是網路上的這些資源 還沒處理到這個 台灣相對客氣的反射透法 居然變成馬英九口中的綠色恐怖 這是何其荒謬 如果大家會上網去調出這個司法院的裁判書 105年台北地院的這個585號的判決 就很清楚知道 馬英九就是過去紅色滲透下的既得利益者 在羅文山案裡面 他接受了這個相關的不管競選廣告的好處 或者是有沒有買禮品 我們不知道馬英九有沒有收到禮品 因為判決書裡面是羅文山自成 被告自己坦白的 所以在判決書裡面白紫黑字 馬英九作為既得利益者 今天還有臉跳出來在那邊大聲反對 不看條文的內容 我們對馬英九感受到恐怖 我覺得非常的可憐 我想要請教惠祝議員 因為當然藍營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國台辦跳出來說 大開民主倒車是綠色恐怖 是逆行道師 這個部分藍營也有相同的論調 不過其實我們看看 其他的民主國家也都在做 他們也都在反滲透 這不是我們說台灣 獨步全球的一個做法 那你看有澳洲有紐西蘭 英國美國德國加拿大 我們離對岸這麼近 這個都還是比較遠的國家 他們都有相關的這一些反滲透的作為 那我們要不要需不需要你的觀點 我們現有的法令對這些都已經有充分的一些保障 如果說我們過去都沒有法令 我想那藍的綠的現在立法院院長也好立委 通通要打屁股 所以我要強調第一個就是說 現有的很多法令 這一塊都已經做了一些保護 那另外我們最近也修了國安無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是在現有的法律裡面 都已經有很綿密的保障了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要說藍綠都是指 包括在座 如果你現任立委或是過去當立委 或者是你當過立委助理了 通通要打屁股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反滲透法這個法 它沒有行政院的版本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這麼了不起 這麼偉大這麼重要 為什麼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蘇貞昌 你不提一個版本出來 行政院團隊你不努力 然後蔡英文不指派行政院團隊說 趕快啊趕快啊 行政院趕快弄一個偉大的反滲透法 保護中華民國保護國家安全 為什麼行政院沒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所以它只有民進黨立委的版本 那這麼偉大的法令 是不是要好好的討論 但是它沒有在委員會討論過 一天都沒有 立法院的委員會 一天都沒有開會 一天都沒有討論 它是由民進黨的立委 開了一個記者會以後 用民進黨多數的優勢 禁負二讀 這個法令 為什麼有一些空間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看 民進黨說他們很想要充分討論 但是是國民黨拒絕討論 那這裡面呢 今天是朝野協商應該是有一些 至少都有派代表啦 國民黨 秦民黨都有派代表 但是這個過程間顯然是有一些 感覺上國民黨的拖延戰 反正你要讓我說完你再插嘴 不然的話對我來說有點不公平 第二個就是說我剛剛講到 它沒有經過委員會的討論嘛 所以它是禁負二讀的 所以我講的是說 它根本沒有在立法院的委員會討論過 那民進黨說的討論 我不知道在哪裡討論 這是事實 禁負二讀 禁負二讀之後按照立法院的程序就是 禁負二讀一個月之內就可以朝野協商 然後呢 如果朝野協商不成 就可以進行的通過 換句話說 民進黨的打算就是說 好 一個月我就朝野協商 那今天協商了 協商不成 那麼下個禮拜一 民進黨就可以開個會 那就禁負表決就好了 然後呢 就通過 然後因為民進黨現在是立法院過半數嘛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人的擔心跟懷疑說 假設這個法這麼偉大 你的邏輯就不通 為什麼你過去不作為 到選前一個月你才努力的作為 那你過去是不是該對全民道歉 如果這個法 反正正法這麼偉大 這個反正正法通過才能保護中華民國 你過去呢 你過去蔡英文執政了四年 你為什麼不做 第二就是說 既然這個法這麼重要 為什麼大家來充分討論 甚至在普遍的召開公聽會 聽聽廣大的民意 包括不同黨派的人的意見 那這些都沒有 那沒有在急什麼 在做什麼 在怕什麼 在緊張什麼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所以我覺得如果蔡英文真的覺得 這個事情很重要 她先要跟大家道歉 為什麼你四年不做 另外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廣納民意 我們把大家找來 把所有的人 擔心的人找來 我們辦一個說明會 你們民進黨一一的針對大家 說明啊 你有什麼意見啊 你有什麼一六億個說明 為什麼那麼急呢 急什麼急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 根本就不是怎麼保衛國家 就是一個選舉的操作 好 惠住院剛剛講到說 包括這個國安無法已經有夠了 那為什麼之前 你沒有把這個也順便修進去 現在才冒出一個反滲透法 沒有好好討論的這個部分 那仁俊哥我想請教的是說 他說選舉進行 為什麼這麼急著要推 但其實我們看 這邊有個上報主筆 他在講說 也不需要什麼行政院的版本 因為有一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其實可以由立法院的黨團去提案 還包括在選前這個表態壓力 就是說這樣子的壓力之下 你會變成因為民意的關係 可以讓有一些持反對意見的人 他或許會在民意的這個要求之下 也可以有過關 過去也有經驗 包括像是這個公投法 就是在2004年總統大選的選舉壓力之下 才通過的 還有政治獻金法 在總統大選前兩天才完成三讀 我覺得立法院的立法有一定的程序 這個我想會出議員也當過立法委員 也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本來整個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什麼時間點草案提出 那如果不同的政黨有不同的意見 就提出對案 在議事程序上面你有很多的動作 其實你都可以表達你的意見 那我認為立法本來就應該要充分的討論 事實上他如果有更多機會被討論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事 因為畢竟我們過去有很多時候看到有些法 立了之後後來不斷的修不斷的修 我覺得大家都不喜歡這樣 那對於這個反滲透法 究竟為什麼走到今天這一步 我覺得國民黨有時候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你很難去自圓其說 為什麼 我直接給各位看 這是在11月29號的時候 這是公事的新聞 那公事新聞就提到了說 國民黨的立委其實在這一個法案裡面 並沒有杯葛 也就是大家本來以為說 國民黨會提出他們這個 所謂要幹嘛要抗爭或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個新聞寫得很清楚 標題就告訴你講說 國民黨藍尾未杯葛 所以反滲透法就直接禁腹二毒 所以這個點禁腹二毒 那為什麼國民黨如果你的立場是反對 你又不反對呢 這個部分當然就有一些疑問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稍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其實大家會擔心說 如果對岸真的是武統怎麼辦 你會擔心這一塊 但是你會不會擔心其他的部分 就是他走的是不同的路線 比方說像是統促黨的白狼張安 他說什麼 他說應該是要透過無血開導 不流血我們就是要來到了台灣 然後這樣才能夠讓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這樣子的一個上下文 我來看王世堅怎麼說 他看到這個事情之後 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安 他說和平穩定不等於叫做下跪投降 而且你如果是用下跪投降去求來的和平 這都是假的 這都是虛幻的 然後他就指指說 像是張安樂 吳思懷 邱毅等人 這一些都是吃裡扒外的人 那我們在講說 這個反滲透法的部分裡面 像是林非凡他有進一步 他說 好 什麼人才會擔心這個反滲透法 應該也就是張安樂 包括了邱毅 包括吳思懷 這一種人才會擔心 如果你是正常交流情況之下 不用說馬英九講說 什麼這個是戒嚴 沒有那麼恐怖 來 玉婷怎麼看 好 首先作為一個時代力量的黨員 針對於民進黨所提出的 反滲透法 我們覺得略嫌不足 但是我們依舊支持 因為現在是在這個時候 一定要支持說這個反滲透法 因為它有清楚的規範 它已經把它限縮在選舉的行為 包括是剛剛有提到的公投 還是遊行 還是遊說 還是所謂的政治獻金法 其實都已經把它限縮到很小 甚至今天其實兩點的時候 就已經黨團要來協商了 要針對這些 時代力量也在表示說 我們一定會一條一條共同來審查 我們就算審到今天晚上12點也沒問題 而且剛剛這個惠諸議員有講到 其實他們有開過公聽會了 而且時代力量當初 我們在提反滲透法 其實五月就推出了 已經好幾個月 這個半年以來 有非常多版本都在討論 但是特別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或者是郭台銘 他們都會說他們不清楚內容 這我真的覺得相當的難以理解 像比如說他們 像郭台銘會講說 那他也要發起這個類似太陽花運動 他也要進去佔領國會 我想問他說 你到底知不知道 反滲透法到底在反什麼 我自己是一個十年共同院工程師 當初福茂要強行通過的時候 我有站出來反對 這個二類電線的通過 我沒有一個相當清楚的理由 我很想問一下 不論是馬英九或者是 或者是郭台銘 或者是其他的國民黨 他們到底在反什麼 明明這個就是會干預我們的選舉 明明一天到晚就對著你來恐嚇 你到底為什麼不出來戰 然後在這時候保護台灣 保護所謂的中華民國主權 喊得那麼大聲 怎麼不出來戰 那當然就是馬英九還講說 他反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境外敵對勢力 這個名詞這個定義太模糊 會很模糊嗎 對我要來趕快告訴他說 其實這個概念早在2011年的時候 修正這個國家情報工作法的時候 就已經作為一個界定 這個間諜行為的法律名詞 2011年拜託還是馬英九主政的時候 記性也太差了 還是很害怕想起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 就好比剛剛提到的 該害怕的我們應該是害怕 像統促黨張安樂這種 他每次在面對有遊行的時候 他們統促黨的團員 他們的成員是會有可能拿出武器 或是來暴力行為 來對待我們台灣的國民 這種事情我們怎麼能夠容忍 特別是他們還會清楚的講說 他們跟中國相對的友好 有拿到中國的資金 這種事情真的就應該透過 反滲透法來規範 這才是真實的 特別我自己作為一個工程師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時代力量的版本裡面 有特別講到 這個境外敵對勢力 必須要對於併購行政院所提到的 一些基礎的這些關鍵的這些建設 或者是敏感的科技 這些事情本來就應該有規範 這現在的反滲透法 的確是沒有規範到 可是未來這個事情 一定也會影響到我們國安的層級 特別是在科技自主 絕對就是影響我們的國防自主 在這邊我們除了 要透過反滲透法來努力以外 我也提倡來經濟間諜法來努力 我們要反觀國民黨對於 這個台灣科技業所面臨的問題 他提出過什麼解放 從頭到尾只有提到中國給台灣的機會 他們從來沒有提中國對台灣的威脅 現在還要擋這個反滲透法 我覺得相當的荒謬 所以今天就請國民黨好好的就在院 就在黨團裡面好好的來討論 工廷會已經辦過了 對 黨團協商 那當然也要呼籲一下這個民進黨 就是我們一條一條的來審 時代力量也會共同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但是我們就是不要讓國民黨有任何話說 來認為說這個作為一個選舉的 這個有可能是用來操作的手法 那當然這件事情其實也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說難道大家要給下一屆的立法委員 朱鲁 吳思淮 好 那就很恐怖了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繼續討論 韓國瑜這個總統候選人 不只是要忙著選舉他搶救民調之外 他還要防著說自家的後院都已經失火了 李嘉芬連續三場韓國的證券會 他都是缺席的 他表定本來是要澳門 怎麼突然之間變成他跑去了澳洲 他去澳洲做什麼 難道是因為六百萬的這個世界 那個疙瘩 揮之不去 我們休息 五秒鐘馬上回到節目現場